應該講先把籃板球保護好 然後前面打的算是希望在我們自己的節奏裡面 可是到第四季還是碰到一樣的狀況 所以第四季我們只有發生四季 就是跟前面機場比較起來 我們失誤的控制是還可以 可是在命中率下滑結果好像又進入到裡面 就是跟上次不管前面我們總共四場球發生一樣的狀況 有領先的球我們反倒不會打第四季 所以今天在輪地上面就讓四季跟文神 有經驗比較好的球人在第四季必須要站上去 要不然否則前面我們騎上之後 都是用年輕的去完成最後的第四季 那今天其實就鐵了心了 反正你們兩個就是其中一個或兩個人 都要在關鍵第四季去打這個球 幫我們把比賽能夠Hold住 那我們不管傑哥或者是過雨 今天上去關鍵的幾次的發球 或者今天在進攻的展示上面 起碼有讓我看到以前的說過雨 讓這一點對我們希望他能夠越來越好 就上半場自己就是可能在自己的一些出手選擇 然後下半場因為可能他們就是熟得開始上身體 然後自己可能體能也有一些問題 對 不過今天這場下半場還是有些問題 對球隊會去做修正 就前面幾場球都有遇到很多被逆葬的情形 那其實今天上半場打擾大家其實就是 不想要再讓那些事情發生 所以還是很focus在我們的邊坑上面 但是在地四季一些防守上 的交代表我們做得很清楚 然後讓他們的三季開始 我看他分數也越追越緊 然後也是發生一些失誤 所以就是 都是要在後面繼續去進步的 他現在應該是腳踝 腳踝的傷勢 然後目前走路都必須要靠拐大 所以他剛剛有 我們希望趕快進醫院吧 去檢查看看他腳踝發生什麼的情形 對我們現在不確定因為沒有 沒有確切的醫療報告吧 對不能在這邊告訴各位怎麼樣 不過我覺得很明確 現在走路都比較不能走 用拐杖在走路 因為球隊現在的狀況嘛 然後又回到自己的主場 然後就是自己的心態會更專注在於 今天這場比賽 然後上半場 不光是我吧 我覺得大家都 很有企圖心 對然後 下半場可能 就是像教練說一些外線 可能民眾力不高的情況下 然後再來他們開始 就是防守更積極的時候 我們導致一些可能出手的選擇性啊 還有一些不必要的失誤吧 所以下半場就打得很糾結 然後可是到後面 就是有慢慢回溫 然後把今天這樣比賽一下 回到主場當然就是會 比較有熟悉的感覺 當然不是 因為前一個月在客場的戰績 其實沒有打得很好 所以我自己覺得回到主場 反正對勝利的壓力會 來得比較大 但是 這也讓我們更佈置在比賽中 然後更清楚 然後我們一定要把勝利拿起來 風險其實 我們預測 預計 原本上次對戰新竹功能是要上 可是沒想到他練球當中 又踩到隊友的腳 所以他又是大牛 然後大牛之後 可能要到年後以後才有機會 站回來吧 因為他那次扭傷 醫生的評估其實算是蠻大的 蠻嚴重的扭傷 他也是有點像 就是走路上面 之前第一週也是沒辦法走路 所以 中線的部分 還要再必須要再等他一段時間 其他傷病可能就一些小傷吧 膝蓋的腳踝 反反覆覆 然後 麥克今天的傷勢算是很大的 其他應該就是心理的傷害了 其實青商就是我們第四節 然後不會打 其他我們希望啊 青商比較重要 青商先示好 才有辦法打第四節 原本的依據是沒有啊 不過現在麥克這樣的話 我們真的不知道等要多久的時間 不過現在這些陽相不是很好找 不可否認 我們其實原本有看了幾個 都被韓國搶走 對啊 就是陸續的被韓國搶走 所以 就是我們現在碰到了一個平均點 不過我們還會努力啊 就是也希望麥克 最重要的是希望麥克趕快回來 其實 這禮拜開始 就是在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教練就有集合我們年輕的球員 然後 就是告訴我們要 拿出膽識 然後在球場上去 做出自己擅長 那 最後那幾顆法球 其實 就會覺得 這個時間 就是真的必須要 把勇氣拿出來 然後 這禮拜教練 還跟我說 叫我去學新款打球 所以 我覺得這有點刺激到我 然後 所以自己在出手上 有比較多多一點 對 已經解釋 但我已經成功了 就是刺激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今天 有點太安逸了 其實反正 有問題 捷歌文成 中線上去 好像就可以幫他們解釋 這不是永遠靠行的吧 所以 後來就決定 他跟廷照 都各舉例了一個人去請 那好像廷照部分 希望他們 他也能夠留作反應 等他下次表現好自己聽來講 等他下次表現好自己聽來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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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